你今年多大了? 26岁 怎么变成这样的呢? 因为用了那个有荧光剂的面膜 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个脸会发光呢? 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 我发现不开灯也很亮 然后就发现了? 嗯 当时心里是什么一个想法? 当时我以为鬼上身了 以为鬼火烧上脸了 医生怎么说呢? 医生说不影响生活 那实际上影响吗? 白天基本不影响 成家了吗? 没 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 他知道这个事情吗? 没敢告诉他 平时亲热都不敢关灯 有一次他非要关灯 然后就关了 后来呢? 后来他就出国了 还有别的方面的影响吗? 一个人的时候会很怕 两个人的时候对方会很怕 有因为这个病受了过什么伤害吗? 有 有一天晚上 我站在斑马县的旁边就被车给撞了 为什么呢? 他以为我是绿灯 家人和朋友有没有因为你这个病疏远你? 我最好的闺蜜 在背后叫我绿灯霞 你一个人的时候干什么呢? 就发呆啊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想啊想啊这样 想什么呢? 我是谁? 我从哪来? 到哪去? 这样 想过死吗? 刺杀过两次 第一次被送到兽医那去了 工作呢? 工作没了 公司把我开了 那你现在怎么谋生呢? 嗯 我现在就在三亚守那个灯塔 有时候停电话 他们就派我上去 一年能回家一次吧 所以还是得生活下去? 嗯,是 我现在也想通了 也许我的使命就是 给人间带来光芒吧 你现在还有梦想吗? 有 我 我想当个矿工 在矿难的时候 带领公伙们找到出路这样 最后你有什么 要对大事件的观众说的吗? 就不要买一些来历不明的化妆品 我想让别人变成你这样吧? 对